郑凯退出火凤翔 明星餐厅难出明星 明星跨界开餐厅已经是尝试 但翻车案例层出不穷 近日 火锅品牌火凤翔所属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一人郑凯所持股公司等退出 自火凤翔开业以来 抄袭 食安问题及割韭菜事件接踵而至 明星光环逐渐退去后 火凤翔如何走下去 还需品牌努力思考 天眼查显示 火锅品牌火凤翔所属的火凤翔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 连股东上海欢硕企业管理中心等退出 新增股东浙江天港锅里鲜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火凤翔火锅股东 变更以及品牌未来规划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火凤翔品牌总经理苏小强 对方表示目前已经离职 目前餐饮行业发展前景较好 扑受资本方关注 若新股东在餐饮业经验较少 则更可能是想通过加入 以具备一定知名度与规模的品牌 从而在餐饮行业内更进一步 对于新东家来讲 火凤翔是一家自带流量的明星餐厅 但也是一家饱受争议的问题餐厅 对此 北京商报记者拨打了多家宁波地区火凤翔火锅门店电话 对方均表示对于品牌目前状况并不知情 此前存在关于火凤翔火锅的负面信息 郑凯此时退出 也可能是希望减少品牌为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品牌来讲 仅依靠明星流量与影响力 很难长久经营 一旦消费者的服务体验较差 则容易影响品牌形象 据一位餐饮从业者指出 目前大部分明星投资的餐厅 只挂名不负责经营 经营管理出现问题后 消费者直观感受就是明星本人的经营不善